OK,今天是 Hello,大家好 可以看到我今天化了一点小妆 其实我平时不是经常化妆 一般是会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才会认真化个妆 那我今天化妆 到底要去做点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一起跟我来看看 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在一起的第九年 这么多年其实说白了 我觉得我跟我媳妇在一起 从相识到相知 到相爱到最后结婚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挫折 然后我们两个也非常非常好 虽然说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吵架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 还是非常非常幸福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媳妇 就是这样的 每次我都会看到 每次我看这些感觉 都会有的 肥膀 OK 现在可以揭晓了 就是我打算来做一个DIY的小蛋糕 然后呢 上面就是画我们两个的小漫画 现在到这个店这里了 叫你一个人 我们正要开始做蛋糕 这前面是烤的 脱膜是吧 你尝一尝 它的三分之一处 然后先划一个口 然后跟巨东一似的 前后下来拉 然后来 您来第二片 好 不要 歪的太狠就没有关系 行 里面好软啊 7公斤的嘛 它就是软 都一定要放平啊 别一刀判到底了 没有底了 好的 一定 又到了第9年 感觉去年第8年的时候呢 感觉白居过去就在昨天一样的 真的就好像是之前 昨天做了一个Vlog 对吧 对 我还记得 应该那天是去吃了隔日料 然后 送了我树花 后来录视频 我还哭了 吃什么远远忘记了 看我给你记得清楚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在外面去做的一个小蛋糕 对 蛋糕 然后呢 我们简单去聊聊 也是我们自己的记录了 这个视频就是去总结一下 这一年的感情一些感受吧 好吧 然后我们就打开去看一看 你现在可以你俩商量一下 到底做哪个图了 因为这个很快 因为这一片你看发现了 切的时候这低 这高 所以这块奶油要多一点 这块把它平坏了 对 就是有奶油给它找回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个 非常健康的想法 对不对 就是像这种纪念日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很少买这种非常奢侈的物品 对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才是比较好 对吧 对 就是这样子会有一些更独特的记忆 现在蛋糕应该是接近尾声了 对吧 对 但是点睛之处要靠你画画 画什么呢 画什么呢 画小弄画嘛 我选了这两幅 之前那个 就是婚礼上的那个 然后把这两个我都二次加工了一下 剪掉的一些元素 我觉得这两个笔的话 这个简单一点 这样吧 给你这样最低的难度 画两个头 再画一个字 怎么样 这个太复杂了我感觉 就画两个头 然后再画个字 你觉得去年一年你觉得有什么感情可以总结的吗 我觉得去年一年就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 其实说过去一年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挺好的 我觉得过去一个月的一些感悟跟想法跟成长还比较快 因为我媳妇马上呢 就因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上海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去工作 所以呢 他可能会离开我三个月到五个月 然后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争吵这个机会 争吵这个事情 那么有很多的非常不愉快的这些事情对不对 而且对我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很辛苦 其实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作为男人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又有狗了对吧 又有一只便墓 然后我自己也上班 然后家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很乱 然后我父母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对吧 比如说赵母娘她最近做的手术 包括爷爷怎么之类的 所以我自己在家里呢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我觉得我媳妇呢 去了外地我又非常非常舍不得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也没有分开过 然后大家都看到我们都挺好的 所以就我们很争吵嘛 然后现在也没办法 因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而且往好的方面想 后面可能会去上海做一些Vlog 去周边的城市去找找朋友玩 也算是一个机会吧 而且我媳妇说她说她拿了第一个月工资 要送我一个无人机 Mini 2 这么快就透露了 到时候给她可以去做开箱 对 因为确实 确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真的很不错的工作机会 然后 天哪有点想哭 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机会 然后我其实也没有一个人离开北京去其他城市生活这么长时间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也有很多很多的不舍 然后我也有害怕 但是呢就是大家之前看其实我今年30岁了嘛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 然后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就是要学着去更独立一点 然后去担起一份责任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就是offer的工资也不错嘛 所以就是想努力去更好一点 然后我确实也非常非常的舍不得 就对就是确实这件事情我们之前的一个月都不太愉快 关于这件事情产生了争执跟一系列的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后来冷静下来了 然后呢觉得就这也是一个对于我们的新的挑战 然后我们也会共同的努力去把它做好 而且就是因为我也不想他太辛苦 而且我很想他跟想家 所以我还买了随心飞 会就两周回来一趟 所以放开一点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吧 就是锻炼一下 然后呢就是也体验一下上海的就是生活 然后呢就是应该六月份的时候会过去玩 然后一起去周边包括像苏州啊什么的转一转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在那边前期的工作尽快的做好 然后争取三个月内就可以回到北京来工作 因为我刚刚就是拍了一段我来的前面那一段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们可以拍双程日记 你拍你在北京干嘛 然后我拍我在上海干嘛 这么精彩吗 等一下就拿那个刚刚画好的巧克力 然后那个表花袋 然后把这个就画上去 靠你了 那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之前也做了拍摄家人的项目 所以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自己的家庭是一个 从小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家庭 而我媳妇的家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稳定的家庭 那我自己其实遇到一些变故的时候呢 其实我自己会非常的沮丧 而且非常的没有安定感 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希望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 而且确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空间 我觉得其实连在一起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可能生活就是美好的春天来形容生活的话呢 总会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一起去面对挑战的 我觉得反正虽然我还是并不是很乐意啊 并不是很很高兴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就是要一起成长 毕竟已经结婚了嘛 毕竟两个人要就是已经结合了嘛 就是成为一个新的家庭 那这个家庭还是需要靠我们两个自己去把它建造的更好吧 其实因为这件事情之前产生的就是争吵 还有难过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接收到了其实一些之前没有想过的信息吧 就像他说我就是不够成熟 包括说对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规划 就这些我是接受这些批评的 然后也由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问题有展开 拿到面前去讨论 然后也对后面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新的规划 然后你就按照您瞄的这个画一下 来办 手别抖啊 慢点慢点 挤的速度要跟你那个对 要一致啊 所以你画的比较粗 所以那个可以烧烂一点 对 目前来这看拍发会不错 慢点慢点 不着急慢点 这是不是一个气球啊 这是那个角 好久 他就把其他的都先化掉了 我知道了是那样的话 对 只留了个数字 可以很好 可以可以很好的 可以是吗 可以可以 上过来拍一下 很好 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只贴它的边缘上 然后往上提 见量那个让它稍微有一边边 嗯 这样出来也好看 好 然后这样按上提 有一边边 好吧 好吧 那不管怎么样 我也知道像这种生活类的Vlog 应该没有多少人看 但是我觉得这种Vlog对我们自己来说 意义还是很大的 我自己也希望以后能够在我们第10年 第20年 然后中间每一年 然后第30年第40年都能够去拍下去 嗯 也不用去在乎有多少人看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 其实今天很多问题可能并不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去外地工作之类的 有很多矛盾很多那种冲突可能也不是什么冲突 就是每一年可能看过去都会不一样 然后看到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年轻 能够这么的相爱 然后因为对方要离开自己而觉得难受 而且又能够彼此去坦白地去说出来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还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 对吧 那当然是美好的时间 而且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第10年的那个小小的庆祝用什么样的方式 先保密 这个比较欺负 你是不敢使劲 对我是 来 我确实是不敢使劲 开心 就是一定做好了 特别有成就感 怎么样 开心吗 开心 好玩吗 好玩 那我们去吃什么呢 去吃 我 cold надо 收听 Any 有 要 啊 好啦,這個 從誰切齊呢? 我不忍心啊 怎麼辦? 閉眼來一刀 先來測試一下 舉在這個位置能不能把我整個人完整地拍進去